我知道 你们很着急 张勋复辟了 国会又开不成了 我知道 我 我记得不是这 这些日子我想的很多 我们本来是共和国 可怎么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了封建主义 专制主义的东西呢 这个问题不解决 专制复辟 就是必然的 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营 共和的观念 是平等 自由不爱吗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分土 民众 人被奴役着 民国应该是自由之国 自由是民众 天赋的权利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 权力大的有权力大的自由 权力小的有权力小的自由 民众 没有权力 没有自由 民国应该是博爱之国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又看到的是什么 是只有民众 对当权者 恐惧的爱 而当权者 对民众 只有口头上虚伪的爱 那种真诚真挚的博爱 我们看不到 民国更应该是法治之国 可民国六年来 我们看到的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的 死无忌惮的干涉立法 你不听话 我就收买 你不服从 我就逮捕你 甚至暗杀你 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 随意蹂躏的妓女 那行政是什么呢 行政 应该说是大总统 及其一整套文官制度 应该是服务于国民 行共和之政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 在这个家天下的行政中 我们根本看不到透明的行政程序 更看不到监督之制 那些行政官员是如何花掉民众的血汗钱 民众不知道那些行政官员把多少钱插进了自己的药包 你们不知道吧 我也不知道 你们都知道司法是裁判吧 这个裁判的原则是什么 是一部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 可民国六年来 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么一部宪法 就那部不成熟的临时乐法 也一次又一次的被强奸 有人说 不不不不 不是一个人 是有一些人说 共和国 它只是一个称号而已 你孙大炮说的这些太虚幻 太遥远 不符合国情 它就像一个气球 看着很美丽 可以飞上天哪 碰 破灭了 我想请问你 我们不要共和了吗 难道共和真错了吗 如果我们不要共和 那我们有的 就永远是专制 如果我们不要共和 那我们有的 就永远是被奴役 如果共和错了 那自由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 那平等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 那博爱就是错的吗 我们追求的共和 没有错 我 它还不完善 所以我们要 一点一滴的 去完善它 哪怕为此要付出代价呢 哦 对了 我今天 穿的这身衣服有点古怪是吧 连裁缝都说是很奇怪的 但是我要说这是 这是为了完善共和 你们还觉得奇怪是吗 我要说这就是共和 这就是共和的衣服 这边我设计了三颗扣子 这边我设计了三颗扣子 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自由博爱 这边也有三颗扣子 民族 民权 民生 那宪法呢 我说的不是三 三权宪法 我发明了个新词 叫五权宪法 这里装的是 立法权 这装的是 行政权 这装的是 司法权 这三权你们都熟悉 叫间接民权 我情有独钟的 是直接民权 要让普通的民众 都有直接参政议政的权利 一个是考试权 我们中国古代就有考试的传统 后来把科举废除 当然 这对后来大兴心学有好处 可当官 就不再考试了 这不好 这就像倒脏水 把孩子也倒出去一样 民国六年来 在行政上用的是什么人呢 都是他袁世凯北洋的人 至今还如此 所以 我们要把考试权还给民众 今后 凡行政用人 一定要经过考试 不管是谁 还有一个 是弹劾权 哪地装呢 不急不急 装在这儿 弹劾权 为什么要把弹劾权藏在里面呢 因为他是民众的杀手锏 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杀出来了 弹劾你 所以 你要战战兢兢的当官 老老老实实的 为您做事 我想这回有人更要说我孙文氏的疯子 吃饭穿衣都说共和 你孙大炮还会神吗 他说的对 我只知道共和这两个字 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两个字 共和 我们有许多知识同仁 为了共和 连生命都献出 我孙文此生啊 没有别的希望 就一个希望 那就是 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 一句空话 或一个形式 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 生活方式 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 共和 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 是世界的潮流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我孙文相信 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 他一定会实现共和的 我坚信这一点 是世界潮流浩荡的 是世界潮流浩荡的 人权 在所思的